I 打 冥 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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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我我是醉醉 我是貓貓 歡迎收看 探餘計劃 彰相大家看到我們兩人跳過前一段時間很汇的龐蟹馬 就知道我們這一期的主題就是 吃蟹 我們今天主要來測評一下不同地方和不同品種的鞋 沒說那麼多了 上鞋! 我已經不記得我練習什麼東西了 震撼 哇!那隻鞋子! 哇!那隻鞋子! 這個場面,等我來,撐住 我第一次活生衣服的這樣 不放鬆 怎麼辦?我亂了 我亂了 第一次這麼大型,看到不同種類的龐蟹生前的樣子 都挺震撼 他在走啊!他在走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貓妹拍節目的時候那麼害怕 為了公平起見,我們今期的所有蟹都是會清蒸的 好!煮它! 快點啦! 快點啦! 就是濕紅的啦! 有勵濕紅的啦! 好!我們現在這個就是 蘭花蟹! 沒錯啦!蘭花蟹真的很瘦 就好像我平時吃朝山竹的時候 它會放在裡面的那些蟹 因為它真的很瘦 你知道嗎?因為剛剛在放蟹的過程中 那些蟹就紛紛跳落地 蒸熟之後有一個非常搞笑的過面 它變軟了 一拿起來就... WOW! 但不要緊,絲毫不影響我們吃蟹的熱情 所以就是撕它啦! 對,直接撕啦! 你看到意料之中什麼都沒有啦! 是的,沒錯! 其實這款真的沒什麼高啦! 它僅存的一丁丁... 一丁丁黃色的 但是它煲湯很鮮的 沙鍋粥 它就是屬於那種煲湯有便宜 然後又容易出海鮮味的那種食材 其實它也算新鮮的,就是肉比較少 對,真的沒什麼肉 除了說它清甜還可以說什麼呢? 真的清甜! 清甜警告是真的挺清甜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蘭花蟹這個名字很有意思的 好像在說髒話那你不覺得嗎? 我已經不能正式炒花蟹這件事了 炒花蟹蘭花蟹... 我在家吃蟹的時候 就是我爸爸買什麼蟹我就吃什麼蟹的 所以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這隻是叫三眼蟹 剛剛吃那隻 三眼花蟹 這個也是很心鮮的 不是清甜是清咸 鞋殼的部分 它是鹹鹹的 對 那個鞋殼本身的鹹比較明顯 如果是這些肉 它可能會有一點甜味 就是鹹甜鹹甜的 這個是不是可以烤碎它 對,你可以吃烤碎 烤也可以剪 你這樣碟碎 就是在吃針蟹蘿的樣子 跟我們平常吃的 麻辣跟假蟹蘿不一樣 應該差不多了吧 下一個 歡迎 鹽仔蟹 沒錯啦 它之所以是鹽仔蟹 因為它 據說 它性成熟 但是未去交配的 是... 串女蟹 沒錯啦 你覺得什麼鹽仔蟹 這個讀音 讀得歪一點 像鹽仔蟹 鹽仔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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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試一下 快點快點 哇,它真的很聚首 厲害 它有水 你看,它有蟹水 它有蟹水?! 你剛才覺得台詞的蛋默已經變黃了 不會的 大家看看 哇,真的好黃啊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來拌飯 哇 真的好吃 好,我要一口吃光 這個 真的好吃 鹽仔蟹 它真的好吃 都是鹹鹹的 鹹實 它是很稠實的 有鹹有黃 它真的很多個 有沒有看到 我把它撕開之後 它還在飆出來 所以肉是很飽滿的 不會像我們前面那個 三眼 還有蘭花 你一撕開 其實它很鬆 它這個全部都很好 就是很實在 你只吃它的蟹肉 吃不出很明顯的清甜 或者鹹 但是如果你加醋的話 醋味還沒裹它之後 你會吃到是甜的 好有趣 你可以試一下 就是鹹醋味會甜一點 嗯,鹹醋味會甜一點 你可以試一下 我跟螃蟹一樣黃 好不好 你有沒有嘴 掌聲有請 高鞋 好,我們試一下吧 試一下吧 我們上一個吃的鹹仔蟹 它是處女蟹 這個 女人蟹 對,女人蟹 monsieur espíne 對,男人蟹 是神腹的傳說啊 跟剛剛的眼細蟹 哇,不愧我們 一個是前輩一個是後輩 這個經驗一定是挺多 好多,好悶,好温 racing 螃蟹 assignments 我先拿出來 蟹是水拿出來 先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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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吃它的殼 我拔了這麼大口 我要咬它了 我真的很想加白髮 真的沒有真的沒有 這個是很適合做幾種蟹的蟹膏 做成一碗 滿滿的大碗倒進飯裡 或者倒進去拌麵的感覺 是不是? 或者很適合做成脫胖肉 吃糕吃得很累 -嗖! 一看就很治愈 你知不知道這個顏色 好有胃口 哇 我們一起影視相 吃多些肉 你發現羊乾那些肉不是白札札的 是黃甘甘的 因為膏太多了 所以它有一個藻那個肉出來 已經沾滿了它那窩 試一下蟹膏吧 我們這張聲音好像在家在星期六睡覺 旁邊屋 旁邊屋 嘩!一模一樣啊 它配上點珠 差不多了 我們進去吧 我已經玩到它有點乾 很大八玉 我們在吃吃 真一點是路口的感覺 雖然它大口,但它大口不嫩 它沒有蟹身那種很嫩滑的感覺 嘩,但是吃一隻這麼大的高蟹真的很累 有一點手臂痛 你明明吃完之後是想躺在沙發那裡頭 我覺得公司應該下次讓我們去休息一下 摩、倒、鑑、溫泉泡 好,下一盒 有請大閘蟹 不知道為什麼大閘蟹已經很飽了 已經沒什麼期待 因為要高有高,要肉有肉 要甜有甜 要鹹有鹹 所以去到大閘蟹,其實沒有開始的時候那麼有期待 你吃了這麼多,我吃飽了 好,嘗嘗 雖然我撕斷了,但它真的很美好 很香,真的很香 哪怕是剛剛吃了這麼多蟹的情況下 大閘蟹依然都很香 嗯,其實它的膏和高蟹的膏 它是有多一點水分的 剛剛那個比較光 大閘蟹就是咬下去冷的 然後高蟹就是這樣 冷的聲音 冷的聲音 哪怕是剛剛吃了高蟹,吃完之後這麼滑 但是吃大閘蟹也是可以接受 可以再試蟹的 我還可以 大閘蟹我覺得沒什麼太明顯的 鹹味和甜味 大閘蟹是什麼味 我們可以進入總結環節 如果真的要選那種大閘肉大閘滿足肯定是高蟹 但是呢,當你吃完很大閘肉的高蟹之後 你吃大閘蟹,你會發現 家裡本身那種小確幸 它又出現了 可能還是回歸大閘蟹 那我很簡單 論樣子,我覺得蘭花蟹生前的樣子 藍白色的確很漂亮 但是如果比較在意蟹膏的話 大閘蟹的蟹膏會比較香濃 純正 沒那麼乾 以上就是我們本期探秘計劃的所有節目內容 還有想我們去玩什麼,試什麼,吃什麼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探秘計劃,下期見